HELLO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 Miss Emma 今天来我们讲一下,怎样可以令到小朋友 写字比较漂亮,又或者是适合老师 或者是学校的标准,甚至乎 可能有些小朋友,他们写的字 不是在框框,或者是练绩 他们都不是很准确地写的字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怎样可以改善小朋友写字的情况 其实,我们这条影片都会分回上集和下集 今天上集,我们首先讲多些就是 一些小朋友在写字的时候,他的一些行为的问题 又或者是会不会是因为他可能的专注力 又或者是一些比较periculous,一些基础的技巧 他未可能是准备好,让他们再写一些比较艰辛的字 而下一集,我们就会再讲多些,真的 最终就是讲实写字的时候中间 过一些要求 例如可能是一些空间感的训练 甚至乎,要看清楚一些微小的地方 一些不同,究竟小朋友怎样可以 断练看清楚那个字怎样写 好,事不宜迟,我们今天马上开始吧 讲到了,家长可能跟小朋友 训练写字的时候,中间会遇到的一些行为问题 第一,可能就是关于一些专注力,一些流心的情况 有些小朋友,可能你叫他练习写字的时候 他们因为没有好好看好自己的字 变成很多时候,他们会出界 甚至乎可能不是对齐的位置 所以当中,家长要留意一下 怎样可以改善小朋友的专注能力 首先第一步 我们可以将一些字 格格,可能是写得很specific 真的一格一格一格 而要求他们真的要看清楚 自己是写在那个格的里面 这样变相,就是我们对他的要求 令到他们需要看实自己 是不是真的专注在这个版本的工作上 如果他们分了心 例如说他们看开了 或者可能他们没有看实写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出界 他们可能就要重新再做过 但是家长要小心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小朋友 因为做得不好,要重新做过 但是如果小朋友可能是失败的次数很多的时候 也会造成他们的一个挫败感 所以稍后也会多说一些另外一个行为问题 就是如果小朋友对于写字的能力 可能真的未必能跟得上 或者可能他们需要很多辅助的时候 他们写字对他们来说是很挫败的时候 那应该怎么办 你下一次稍后再说 那除了专注力里面 有一个的情况就是写字的时候 小朋友没有好好地 望着自己的字去继续做 另一个甚至乎是 他根本连做都不做 你叫他做功课写字呢 可能他停下手 玩其他东西 发梦,发呆之类 那怎么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呢 同样第一件事 我们会看到 我们要给小朋友有一个sense of completion 何时才为之完结 有可能小朋友会觉得 我不停写不停写 都不知道自己写到什么时候 不如我坐在那等时间过好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家长可以说清楚 给小朋友知道 我们写到十个字 就可以去玩了 或者可能就是有一本 宝里面的空格 写满那些空格 你就可以去玩 让他们知道 我的目标是多少 更加有动力 我快点完成了 我就可以玩了 所以第二件事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会有一个奖励 当小朋友知道 原来他完成了他的工作 完成了他的目标之后 他可以换领一些奖励品 进而也是提升他们的动力 但是同样的 有些小朋友 可能他们需要一些负载的 一些推动力 令到他们可能是 不要那么容易分心 加快自己的速度 继续去完成自己的功课 可以考虑一下 用一些timers 例如 依据小朋友的能力 大概可能写十个字左右 他会大概用六七分钟左右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比较容易些 可能比较八分钟 他们的 跟他们说清楚 在八分钟内 他要完成这十个字 让他们知道 我有少少的推动力 我要快点 我快点 如果不是浪费时间 可能timers 着了我都没完成 我又要再重重做一次 又或者可能 我会失去了一个奖励品 诸如此类 所以这方面 可以帮助小朋友 就是他在练习写字的时候 不会那么分心 不会停下手 不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另外有一个情况 刚刚提到的 就是可能小朋友 会觉得写字实在太难了 每一次写 可能他的错败率都很高 他会觉得很辛苦 失败太多了 他很不喜欢 变成会出现扭计 不肯做 这个情况 所以如果有这个情况 开始的时候 家长要小心留意 你为小朋友 选择一些训练的内容 会不会对小朋友 始终有少少的难度 我们建议 一开始跟小朋友 做训练的时候 最好是用一个 比较简单 由浅入深的一个阶段 去跟小朋友练习的 那么 写字的训练的方向里面 有些什么 可能会提升到 那个难度呢 例如你每一次 要去写多少个字 如果小朋友本身 是一般喜欢写字的话 可能一开始 真的说五个六个字 就差不多完成 可以去休息一会 玩玩玩玩具 相比如果他本身 已经不喜欢写字 但是你要去写整版 可能学校功课里面 抄词语 可能抄词语里面 抄十五个 或者二十个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小朋友相对地 会觉得很大压力 会觉得真的很多 那不妨 可能真的把它分开几次来做 第二样东西 亦都是出现的难度 就是 选择字那个困难 中文字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 部首 部件去组成 但是小朋友 一开始训练的时候 未必能掌握到那么多 可能简算一些 真的比较容易一点的 例如 可能是上字 上下的下字 天字 土字 之类 或者是人字 大字 这一类型的字 让他们比较容易一点 掌握了写字 进而提升他们的成功感 当他们每一次练习的时候 第一 不会很辛苦的 那个数量 是他们可以接受的程度 第二 就是 中间其实自己都可以 掌握到技巧 不会是寫一些很难的字 就立即被人拆了 又或者可能是抹走了 这样的情况 还有第三样东西 第三样东西 就是小朋友 写那个格 究竟有多大 其实都很取决于 那个难道性的 因为学校 有一些 我们叫的 狗公格 有时候都真的会偏小 如果小朋友的能力里面 他们的握逼技巧 未那么仔细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出界 甚至乎写得不漂亮 变相又会有 重新再做过 这个情况 所以可能如果在坊间 或者可能家长要自己画 画一些比较大的格 由小朋友习惯了 在一个大的格 里面 可以写得很漂亮的时候 慢慢慢慢收窄 那个格 进而 其实可以有阶段性 帮小朋友提升 训练的难度 所以 如果一开始 跟小朋友 做一些写字的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留意一下 小朋友当中的成功率有多少 如果你发觉 他每次写字 很多时候都是写得不够漂亮 或者不合格标准的 可能你要减低一点的难度 让他容易给小朋友再掌握 也有家长 可能有问过我 在写字的练习里面 我们可以如何去协助小朋友 其实有些家长 可能会比较喜欢 捉住自己的小朋友的手 然后就这样 一笔一笔地教他 如果 当他写完一个字 你捉住他的手 然后你拿走的时候 他可以记住 肌肉的感觉 真的自己写出来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辅助 但是 也会遇到一些小朋友 就是你依赖你捉住他的手 他自己才写得好 你一不捉住他 变相他就已经写不到 变相 这个协助 就不是那么好的协助 因为你拿不走这个协助 令到小朋友 变相他很依赖你的提示 或者协助 所以 这里 可能有两个 都可以考虑 给小朋友 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令到他们写字 会写得好些 而 其实他们用的一些努力 他们需要付出的力量 会比较多 因为他们不单纯 让你捉住自己的手 写这么简单 而真的需要自己 可能是好好地写出来 第一个你会见到 就是一些连 一些的虚线 写一些字 变相 小朋友真的要跟随那个 虚线去写 变相 他不能够 手很震 他要很留心 看清楚自己的字 这样 那么 慢慢 你看到虚线是很密集的 可以之后 就用一些点点去提示他 其实就是 告诉他 那个空间 究竟是怎么样 写下来呢 那么 慢慢 如果可能是较密集的一些点点 小朋友都能跟到的话 那么 可能一些点点 就可以再疏一点了 可能真的说 有头尾 那么简单 然后再疏一点的话 他自己 又会跟着这样写 那就为之是最理想的一个辅助 所以可能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小朋友可能是父母 扶一扶他 提一提他的手 他已经能够学得识的了 没有出现一些很依赖的情况 那绝对可以用这个提示方式 但是如果你发觉小朋友很依赖 你捉住他的手 你一旦不捉住的话 他又可能会写得立即不好 又或者可能他无所适从 不知道怎么办 可以考虑一下 用其他的一些辅助 而这些辅助 是需要他用更加多的努力去写出来 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参考一下的地方 今集我们主要就说了 如果跟小朋友练习写字的时候 有些什么的因素 可能会影响他们写得不够好 第一可能是他们的专注力 第二样东西 就是他们会不会因为太多的财劫 变上他们很憎 怕了不喜欢写字 而引致可能出现了其他行为问题 例如说会扭计 或者可能会发脾气的情况 同样地都有提过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一些协助 帮到小朋友去练习写字 那下一集 我们会继续说 怎样可以训练小朋友写字 会写得好一点的 但是我们就不再是focus在行为了 反而可能是多一点的motor skills 或者其他的技巧 去帮到小朋友写字的话 会更加理想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